冉在靖这两年很快活 但同时又不怎么快活 他爷爷是大名驸马 崇祯皇帝是他表哥 但说实话很没意思 家里毫无实权 想贪银子都无处下手 历史上 李自成在北京考享 把驸马也打得半死 竟然找不到什么银两 冉在靖被接来南京之后 简直如鱼得水 在北京时 他在薰柜中属于小角色 可到了南京 身为崇祯的表弟 竟有好多丸酷主动找他玩耍 平时的高端场所消费 根本不用冉在靖自己掏钱 他存在的价值 就是陪这群丸酷找乐子 专业简直太对口了 斗鸡走狗 提龙驾鸟 花酒茶围 探词唱曲 冉在靖可谓样样精通 偶尔讲些大名的恭维趣事 讲述北京薰柜的娱乐活动 随便他怎么瞎编 南京这群土包子 都围在他身边仔细聆听 讲到精彩处还发出阵阵惊叹 可惜啊 在多故事件文 都有讲完的那一天 南京的顽固子弟 渐渐对他失去新鲜感 变成可有无可的存在 很多时候耍乐都不再带上他 今天终于有个冤大头 请他去勾兰喝花酒 睡到第二天早晨才回家 你又去哪里鬼混了 刚从院子里穿过 冉在靖就听到祖父的声音 冉在靖也没当回事 嬉皮笑脸回答 回祖父的话 昨夜喝得太晚 在一好友家中歇息 冉心让冷哼道 又是那帮狐朋狗友 只是一起玩耍罢了 冉在靖便解道 冉心让突然叹息道 哎 有你们父子 我是哪辈子作孽啊 虽然徐颖的细作 把驸马一家接来南京 但公主 万丽之女 半路病死了 不让人省心的儿子和长孙 定居南京之后全都不务正业 这对父子 还在秦淮和打茶为遇到过 当时他们各自去青楼寻欢 遇见铭记而不可得 两帮人被安排在一起喝茶 父子俩迎面撞上 大眼瞪小眼 又不便相认 便各自称呼先生 冉心让把孙子叫进书房 说道 我拉下这张老脸 托关系给你寻了个营生 青天院物理馆 缺一个库房小厮 虽不是立员 但若做得好了 也能升迁为力 更难得的是 这差事清闲得很 只要能识文断字即可 你平时做事之余 也可多读点书 生做立员须得考核 一考大同理论 二考物理馆的规章制度 染在静顿时急了 立都不是 想做立还得升迁 那岂非官府杂役 祖父 再怎么说 咱们也是旧朝宗室 传出去连王哪个啊 你还要脸 染心让怒不可遏 你们父子的大名 在秦淮河都传遍了 老夫硬着头皮请人帮忙 本来是能够安排立员差事的 人家一听说是你 死活都不愿帮忙 老夫苦苦相求 才答应让你先做杂役 三个月 只要你不矿工 不胡乱声势 便能转为立员 染在静不耐烦道 爹也没正经营生 让他去做杂役吧 你再说一遍 染心让气得浑身发抖 染在静当然不敢忤逆 低头敷衍道 行行行 我便去做几天 几天之后 染在静被炒鱿鱼 原因是无故迟到早退 而且还顶撞库房主管 当众骂了主管的祖宗十八代 他也不敢回家 被左孝城引荐给曹冯吉 一连三天带他去画坊游玩 染在静乐不思数 某日说道 曹掌柜这日子快活 变换神仙也不做 曹冯吉笑道 我叔父是山西巨谷 此次来南方办事 自有伙计听从安排 至于我本人吗 多多结交是深名流 跟南京的官员搞好关系 这官面上有熟人 生意不就好做了吗 曹掌柜真是富贵命 整日吃喝玩乐也算半正事 染在静羡慕道 曹冯吉说道 阁下也是富贵命啊 前朝勋贵 何其威风 我听说 崇真爷还是阁下的表兄 染在静连连摆手 不说了 不说了 说起来就来气 我算甚富贵命 祖父拉下脸去求人 竟只找到个官府杂役的差事 当今陛下也是小气 既然能容旧朝宗室 为何不赐下体面宅院 在官府给些个闲插挂着 每月再送些银两座立钱 曹冯吉父贺道 便该这样 喝酒 喝酒 染在静越想越气 曹冯吉又感慨道 退回去几年 阁下是宗室勋贵 而在下只是一介草民 如今三生有幸 也能与阁下这般贵人把酒言欢 我算哪门字贵人 不算 不算 染在静心里其实很高兴 终于有人认可他的身份了 一个使劲捧 一个飘飘然 喝到后面 染在静以把曹冯吉视作知己 终于 曹冯吉随口问道 听说 当初是令祖父把大名的皇子皇女送到南京 这真是一桩大功劳啊 染在静欲发愤闷 当今这位陛下 刻薄寡恩的很 我祖父再大的功劳 也不过赏了几十两银子 赐下的宅院也寒酸的很 我家那么多口人 房子根本住不下 还不按月给俸禄 平日生计 都得自己去证 以前在北京 那都是有俸禄的 曹冯吉渐染在静喝的已经醉了 便问道 当初护送皇子南下 除了令祖父之外 还有哪位旧朝忠臣 这世道哪有什么忠臣 都是 染在静想起个人 莫得讥讽道 忠臣道有一个 当时借口祭祖 太监 侍卫护送出京 半道诈称闯贼杀来 太监侍卫吓得坐鸟受散 有个红盔侍卫 竟然没有逃跑 尽忠职守保护皇子 此人如今也在南京 还做了巡警队长 你说他傻不傻 自己的岳缝没几个 还要养活家人 居然每月给皇子皇女买糕点孝敬 曹逢吉眼睛一亮 又解锁了新人物 盲说道 此忠臣一事也 可惜不能一见 染在静笑道 见他还不简单 天天带队巡逻 大街上就能见到 他可是堂堂的红盔将军 是大明皇帝的侍卫 来了南京只能做捕快 捕快好啊 曹逢吉愈发高兴 他继续打听消息 得知此人名叫周应元 隔日便去暗中调查情况 很快就发现 染在静的消息滞后了 周应元不是什么巡警队长 早就已经升职了 携管整个安配房的治安 大概相当于公安分局的副局长 曹逢吉便拖染在静引荐拜会 说了一些仰慕的话 又说自己怀念旧朝 喜欢跟大明的忠臣义士结交 周应元却黑着脸说 什么新朝旧朝 如今只有一个大同朝廷 你这思莫要胡言乱语 害了崇祯爷的子女 你老是做你的生意 今后不得到处拜见 否则便抓起来当作奸细论处 曹逢吉连忙陪孝 又神情欺苦道 周将军切勿动怒 曹民指示 哀 草民也是秀才出身 有功名者 哪个不沐浴黄恩 国朝养世三百年 我等世子却不能报答君恩 而今崇祯陛下已不在了 比人又恰巧来南京做生意 实在是 实在是忍不住 想见一见大明的皇室贵咒 可又不敢冒昧 怕给皇子皇女惹来灾祸 只能跟将军这样的忠臣结交 周映元见他说的情真意切 不禁感触良多 当即松缓语气说 你有这个心便好 已属不易 并非那种忘恩负义之辈 但也须当谨记 当今圣明天子 待旧朝皇室不博 皇子皇女皆能读书 成年之后还能科举做官 你若真的忠于崇祯爷 就不要再去打扰大明血脉 若知子女能有这般待遇 陛下想必也能含笑九泉 周将军说的是 曹冯吉不敢多言 煽动叛乱这种事 并非一朝一夕 他有的是时间筹划 一年不行就两年 两年不行就三年 最好拖到满清被灭了才好 曹冯吉喜欢南京生活 比辽东和山西舒服多了 他确实是山西人 但并非曹三喜的侄子 而是八大皇商的范氏子弟 他们全家都在张家口一带做生意 随着北直立人烟稀少 家族生意也不好做了 满清撤回辽东 连带着八大皇商的一些家属也掳走 如今全在沈阳城里做人质 卖国归卖国 赚钱归赚钱 打字眼看不行了 既然不能换得荣华富贵 谁特么又愿意当狗卖命 有时候 曹冯吉甚至会想 干脆辽东的妻儿都不要了 直接投了南京的大同朝廷算球 可来南京当戏做的 并非只有曹冯吉一人 究竟有多少 曹冯吉也不清楚 更不知道藏在那里 他怕自己反水之后 不但妻儿没了 自己也会被灭口 曹冯吉如今一半的经历在当间谍 另一半经历在疯狂造人 他从北方带来的是女 收在房中夜夜折腾 只求能早日生个儿子出来 有了子嗣 便能传香火 到时候是有不计 直接带着幼子自首 请求大同皇帝的庇佑 见识过了南京繁华 见识过了南方商谷的生存环境 曹冯吉很想在南京规规矩矩做生意